记得对阵双方,李子尼斯,祖业夫 好,比赛开打 祖业夫这是要学马拉特吗 上来就很棒,斯波帮不会再吃第二次亏了 好,斯波刚刚鼎息啊,有效果 你拳来的时候,鼎息迎进 连续拳 多次的比赛,祖业夫,这两年这个蛮劲啊,更重了 后手,拳有机会啊,祖业夫 斯波帮没有必要跟对方上拳 只要对方出拳,鼎息直接干他身体中断 祖业夫就是想起来,就直接把节奏压制住啊 是 斯波帮也是一代王者,我们因为有一次走麦城 再走一次 对,这个 在同一个坑里不能再到两次啊 是 哦,顶息 哦,顶息 祖业夫 抗击打 是非常的厉害 哦,中嫂又来 顶息 哎呦,真的是,苏方这个毒蛇般的顶息跟高嫂啊,出其无益 是的 哦,大身体 搞走 很危险啊 你不要站住 你不要站住 祖业夫也是,不但对苏方有打击啊 腹部也有 对,腹部也是有拳的打击 而且祖业夫现在这个基本特点 每一拳都反力 对 好,苏方很聪明啊 有边推边打的动作 苏方这个后手拳也是非常有特点 是 当时K后江湖猜的时候就是这一下 是 哦,腿 苏方要控制距离了 我觉得苏方逐渐找到了感觉了 啊,这个顶息也不错 这就是苏方啊 好,分开,高嫂上头 好,顶息迎击全法 对,这就是苏方的打法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祖业夫从一四年到现在 好像从来没有被KO或者TKO过 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呃,你像苏方有过 好 哎 这种还是更加立体的切 对 祖业夫要加强自己前手的攻击啊 好 好 第二句,哎呀,上来跟丁玉一样的 看来祖业夫今天的战略 上来我就 就是 节奏上就压制,完全压制 对 但是很难做到完全压制 我觉得打苏方又有一个特点 对于祖业夫来说 就是一种打法 抓住他,再打他 对 如果你抓不住他,就不好打 抓住他,有很多的方法啊 比如空间上,把它限制在绳角当中 比如在节奏上,打一个他不习惯的节奏 所以祖业夫现在用拳的这种节奏啊 可以明白他是想用什么样的技检术 是 但是还没有做到像上一次马拉特那么精准啊 对 对 今天 一样人在查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 说我们的理想不差 对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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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3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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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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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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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短板啊 哎 这是缩方的啊 当年的哈亚就是这么单的 被KO的 对 哈亚的意思是 心里虚了往后撤了几步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个缩方连续起腿能力那么强 对 但是左业夫一直是往前顶啊 这样的话也就会把左业夫方的高扫的空间给压缩了 但是左业夫方还是细啊 哦 又来 漂亮 哦 哦 哦 又来 哦 又来 又来 哦 又来 又来 我看到左业夫的左色的内部啊 很明显啊 对 已经 苏波波比赛上有很多戏剧性的比赛 是 看看今天这场比赛会不会发生啊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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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陳语韩奥太棒了 太棒了 在中国传统武术有得讲硬打硬进 胡哲瀾 你看 足业夫就做了这样一个例子 硬桥硬马往里冲 对 哦 进了就顶溪 远了有因为高扫就剩 又是 不让足业夫有出拳的机会啊 对 现在波哥还是太实在了 对 像打搜方这种选手 不但要实在 不但要技术好 不但要冲得好 对 还得聪明 仅仅往前冲这一下不够 对 为了第三局这个拳就不好打出来了 是 Denis 2 秒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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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帮其实也不太敢 他一直在往后退 边退 对 不太像打 得别在这儿 我得压着他 对,你看,他也怕被左业后的拳迎着 而且打打,差不多就得了,就撤出来了 对,马上就控制到安全距离 即便有机会再多打两次,他也不打了,也撤出来了 因为左业后的意图太明显了 对 左业后的身体左侧,手臂的左侧都是有明显的弧种 苏邦的这个又高層又中层,确实是至少在表面上给左业夫造成一定的伤害 又一个 最后一局所说的时间不多 又一个 老师掌握不稳的 对 还是说明 这些人比较活 又是 雷迅三腿 顶先 最后几秒钟 5 到第三局 苏邦空的这个距离 让左业夫打 比赛结果 后方收 and the rate cutter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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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